您好想弄点啥 老板 我有个宝贝 宝贝 传家宝吗 那是 厉害的 拿出来我先看看行不行 行你放这 请点吧 请点没事我去上面垫着垫着呢 这是一块玉排 是吧 对啊 假传的 肯定假传的呀 不假传的能叫宝贝吗 有什么大的来历吗 我跟你说 老太爷的老太爷的老太爷 老太爷的老太爷的老太爷 我这时间长了 那是 以前是大将军 以前是大将军 这就是老太爷的老太爷的老太爷留下来的 对啊 你看中间是个什么 中间是啥呀 中间是个湖 对 看着中间确实是一个湖 还有两个湖头 是湖头 咋了 这个东西我跟你说 咋了 你讲讲 你有没有看过以前的古代片 古代的电视 对啊 大将军之类的都拿到那种军印 去调兵干嘛 是不是 调兵潜将 对啊 然后你看 老太爷的老太爷嫩猫 不是 老太爷的老太爷嫩猫 是不是 他不能 老人拿着个大军印来回转 是吧 对 在他猫的时候咧 他都叫他的副将 拿着这个玉派 去调兵 去调兵 拿着这个 就这个 对 拿着这个玉派 都相当于建了老太爷的老太爷 老太爷的老太爷的老太爷 对 少说一个老太爷 就是笨如太狗了 反正是老祖 对 是的 你说的真对 那行 我看看 这个东西真的是大有来历 那行 我看这个玉派啊 确实 一点都不假 就是玉的 是吧 不假的 但是你要说这个时间上 时间上我看着这个玉派啊 它时间不长 不长 对 我觉得 你像你说最起码得几百年了吧 对 我看着这不像几百年前的东西啊 啊 那啥意思 行的吗 不老 反正是 不老 穿到阿姨这儿 阿姨给我了 那阿姨能弄我家了吗 反正我看着不对 然后像你这 你这是想出手 是吧 我想出手 你想 你想卖个多少钱啊 那我跟你说 三十年前 那个钱 七百万没有卖 七百万 嗯 三十年前 人家给 就这一个这儿 人家给你七百万 对啊 那不都没卖啊 现在不得值得 你咋不卖啊 你党是不是 想从放动 穿入越穿入越之间了 那为啥现在又要卖了呢 现在啊 我想马上卖牢趁到我这儿 我想卖牢 买到 买栋别墅 你想卖了 买栋别墅 对 我那可以 呃 你这个心里的价位 有 你想卖多少钱 也卖七百万 那肯定不能卖七百万了 不再卖个几千万 钱大百万呢 是不是 啊 最起码得一千万 是呗 三十年前就出七百万了 你现在再给我出七百万 七百万 我跟你说 你想卖几百万 卖一千万 说实话 你走错地方了呀 嗯 你像你觉得我这儿 电灯 是那种出得起一千万的主吗 是不是 啥意思 我觉得你应该去上拍卖会 你收骨骑是吧 对 收骨骑 收骨骑 别收骨骑了 是不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不安心 谢谢老板 没事再见